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 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 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功勤响与海内外的老师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一致高兴 一致高养 重恩重药 如不如我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提醒 如今万卷藏书志在圣贤 中华文化 大中华文化 尊师父亲 隆落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国风明安 教学为宪 这里是天下父子第一课 第四集 什么活都要会干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 看 这个特别节目 全世界都该看的一堂课 太好了 我们在那看着只鼓掌啊 真的太好了 五岁的一个 普普通通通的男孩 妈妈和爸爸用传统文化来教他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居家过日子 让他都做到 不做到就不行 家规 为了他好 你看那个古圣先贤的经典家 黎明几起 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 就这一句话 是让孩子做到 现在家家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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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你看人家五岁的孩子 已经会把家安顿得好 照顾得好 这是他 或捡水 刷碗 对 准备刷碗 这孩子每做一件事情 肯定会把它做得很仔细和圆满 对 你看 内行人 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举一动 内行人都能从中看出这个孩子的 他的功夫 学传统文化人知道 有功夫这孩子 他修行过 怎么修行呢 师父常讲 日常生活 刷锅刷碗 扫地打水 这就叫修行 你看这孩子 难道不是吗 给我们学佛人很大的一个教育 我们做不到他这么安详 我们信服其糟 这碗准刷不好 你看 有的那个同学刷碗 刷完了 最后那碗不是掉词了 就是衰裂问了 那说明什么呢 信服其糟 多大的孩子呢 二十多岁 大学毕业生 不如他 你看看 而且你看他们家 基本上没有什么餐具 所以刷碗的时候也很少 很节约 这一锅捡水 刷两锅 你看见了吧 多节约 你看 最后的结果呢 气聚止而起 大家看看这个桶 这是他捡来的应该是 或者是喝这个 喝完矿泉水之后 剩的那个空瓶子 把这些瓶子上面 用剪子把它剪掉 拿刀把它切掉 它就是个小罐 你看 筷子螺 看见了吧 就是矿泉水瓶子 你看 就这么简朴 家里有钱不买 为什么呢 培养它的德行 让它过这种苦日子 从小过过这种生活 长大了不一样啊 这破锅破碗 指不定从哪捡来的 你看人家刷干净了 就能用 我们今天 什么都得用名牌 这不行 那还不行 你看看人家 你能跟人家比吗 有个灾 有个难 人家好活呀 这家伙 这妈妈就跟个教官一样 手里边好像拎着个教边 这孩子必须得 你看 看他干活这幅度老师 不像五岁孩子 像个大小伙子似的 这就叫什么呢 男子汉的气象 你说他很小 他没什么力气 但是他有气象 我们常常讲 读书改变气质 劳动也改变气质啊 什么气质啊 大小伙子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来的 大家把这录像看明白了 就知道怎么来的 你看 你就看这架势 你说啊 哎 绝对大小伙子架势 你看 这就是一个破筒啊 哎 从哪捡来的破筒 你看 哎 蹲地的 这全是捡来的 你说这么好东西 他现在人就给扔了 你看人家继续用 你那造罪 人家在这修复 我听有的家长讲 说现在的孩子呀 无论是几岁的 还是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 都没有男子汉气概了 为什么呢 嘿 倒退三十年以来 溺爱长大了 一孩化嘛 家家户户惯着嘛 人家这也是一孩化 一个孩子 你看看 他不惯着 从小 小男子汉 这都是从传统文化学校 学过去的 音乐 词曲 李宗盛 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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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插的这块地 是外面的走廊 就是小区里面 整个楼层的走廊 不是他们家 对 不是家里 妈妈讲自己家里面 这个劳动的地方太少了 孩子没有锻炼 所以让他插走廊 这是真正好妈妈 生活在现在的人们 哎呀 说也羡慕那种耕独生活 上哪耕去 没地呀 上哪种菜种粮食去 全部城市化了 农村的孩子也跑城市里打工来了 所以把锻炼 培养德行的这机会 都找不到了 他妈妈 你看都有智慧 打扫楼道 为大众修福 你看这破桌子破椅子 都是从外边捡来的 但是一进这屋干净 为什么家里有个好儿子 打扫都干净 你看这桌子摆放得特别整齐 你们各位同学要注意看 你看他扫这个地 你不信你从社会上叫来的孩子 你让扫这个地 准扫不好 你看人家 这把破戳斗 你看看 人家用的打在手里 非常沉稳 细致 所以弟子归里讲 守校提一次锦信 那个锦 严锦的锦 从哪来 从生活当中修来 他得有地方去修啊 去学啊 在这查老师的照片 这是恭敬性 你看这一个家 这一个小娃娃就给他收拾的干干净净 谁教的 妈妈教的 你说妈妈多重要 现在的妈妈都不在家待着了 在家待着 她也在那化妆啊 炒股票 她不教育孩子 你攒了那么多钱 你最后孩子败家子 有什么用啊 后路断了 你看看 大家注意他们家这个墙 还有这个整个这房子 是个像一个毛坯房子这样的地方 是租来的 是租的 是特意租的是吧 对 这个家里面嘛 现在大家看这个画面 好像是家图四壁的 其实这个父母有房子 而且是一百多层的大房子 但是为了这个孩子呢 找到很偏远的地方 住了这种毛坯房 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而且只有三十平 大家记得为什么 从小不让他住这种豪华的大房子 对他有好处 否则他贪心起来了 哎 稍微到生活差一点地方 他活不下去 他受不了 哎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美德呀 怎么养成的 孟母三千啊 我看他妈妈也算是现代孟母了 一百多平米大房子不住 租一个毛坯房 边上都水泥墙水泥地 就在那地方住 为什么呢 培养 涵养着孩子的德行 锻炼他的能力 培养他的智慧 这个父母呢 听老师讲课的光盘 真的是老师没讲一句 他们都认真地往心里面去 都认真地听 对妈妈讲 之所以换房子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他家一百多平的大房子 四在这个商业区 旁边有很多幼儿园 幼儿园里面放这些流行歌曲 会影响这个孩子 对妈妈不想让这个孩子 从小听这些流行歌曲啊 受这些污染 所以特意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租的这么个毛屁房子 我们大家听到这个 你说这不是现代的孟母 这是什么呀 则临而居 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呀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拼命的 要住大别墅 把家里弄得是越豪华越好 你不知道 你的孩子毁了 你说为什么 那你听听我们的课程 你就都明白 人家这孩子成就了 所以今天拼命的去 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 大家想一想 适可而止 现在没有适可而止 要更好 要更豪华 最后怎么样呢 把人的孩子的德行 全部毁掉 你看这家里有什么值钱 这破纸箱子 你看看 这可以说是一点值钱都没有 但是干净 你家里都是值钱东西 看上去乱乎乎脏乎乎的 另外 我们大家要注意 什么一个细节 我们这看了多少期了 这四期了吧 这个孩子身边没玩具 是不是 对 他每天早上 从五点钟起床 一直到晚上 家里面所有的这些 劳动都是他来做 还要给父母做饭 要洗衣服 时间是很满的 没有什么玩具 但是呢 这个妈妈跟我们讲 这个孩子不昏沉 睡眠很少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孩子 基本上都是昏昏沉沉的 甚至都是一天整天睡过来 睡不醒 对 但这个孩子妈妈讲 晚上即使睡得再晚 十二点 十一点睡觉 早上五点钟也起床 白天这一天还是照常干活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不神奇 第一个 他素食 第二个 没有受过任何污染 连外面马路上传过来的歌 他都不让他听 这父母保护到这程度 第三 劳动 大量的劳动 大家记住 只要四体不勤 天天在那躺着握着 什么活都不干 他准昏沉 脑子准不好食 所以说他总干活 他脑子清醒 他不需要那么多睡眠 所以说他自自然然 他睡眠就少 大家看到这个小孩 在摔马桶 这妈妈跟我们讲 他说 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条件就算 他们觉得就算可以了 而但是唯一不足的地方 说如果这个马桶 换成蹲变的就好了 说坐马桶还是会比较舒服 对 你看看这妈妈 她是什么用心 什么居心呢 尽可能的让这个孩子 受苦受磨练 你看这水泥滴 是不是 对 水泥滴 但是这已经就 已经就很好了 只有这样才能成就 真是了不起的妈妈呀 现在哪家哪户 有这样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没了 所以好孩子就没了 道理就这么简单 是 这妈妈跟我们讲 这个孩子从照顾完妈妈吃饭 收拾 打扫房间 然后再到这个擦楼道 整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一个小时没有任何怨言 就是安安定定 在那打扫卫生 而且呢 这妈妈也讲说 这个孩子发现 他不会胡思乱想 他手上在干活 你就发现 他嘴里时不时的 就在接老师的话 因为他在 他是一边干活 一边听老师讲课嘛 所以说他 他知道我下边要说什么 对 他时不时的 他就会蹦出来这样的话 所以因为他的心思 全部都在听老师的讲课 两不耽误 对 人家就这样 拿刀也不切手 是不是 你看他煮开水 煮开水 这锅开水 我们前一段时间 来了个小学老师 是做义工的 那是老师啊 大学毕业之后老师 到厨房劳动 第一天 这一锅开水 好家伙 全到身上 跟这五岁孩子没法比 你看 他妈妈讲 这么多年 从来没烫着过 是不是 你看 现在又登板灯 又上去 又按插销 又按下来 够不到了 这回太小了 这孩子够不到了 你看 这怎么办 你看 你看 他想办法 你看 一点都不慌乱 是不是 你看 你看 这个动作 是 我们也问这妈妈 说 这个孩子在做事的时候 肯定有些东西不会 那怎么办 这妈妈讲 该教的会教给他 但是发现 这个孩子在做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 他自己动脑筋 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你看 这锅开水 煮好了之后 先把电源拔下来 看见了吧 已经养成习惯了 对 这就是规矩 所以他将来遇到任何事 他不乱 他也不可能出错 为什么呢 他规矩 凡是规矩的 都不会出错 这都是弟子规 他把他做到了 你看 把这电源线拔下来 你看这孩子 他又把这个板凳放在这了 这地方我都记住了 你看我这看两边下来 他准放这 一丝毫不差 这就是规矩 弟子规常讲的 刺锦信那个锦 严谨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他都有规矩 大众不理解 会问 有这个必要吗 为什么要这样 我这板凳名放那边行不行 放歪了行不行 不行 把孩子养成这种谨慎 谨小慎微 非常规矩的这种习惯 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美德 大家记住 美德是因 他会结出来善果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我们刨开其他的因素 我们就事论事说 我们说日本生产的摄像机 照相机 这大家都知道 佳能也好 索尼也好 在这个领域里边 大家看到过什么 美国产单 法国产单 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 没有 日本独占 摄像机 照相机 至少它那个品牌 真正是达到世界 登峰造极的一流水平 怎么来的 你看这摄像机很小 张燕熙很小 那么精密 你发现 他们 日本造这些东西 非常规矩 非常规矩 你把那个设备你打开看 太规矩 太精密了 精密是怎么来的 从规矩 认真 仔细 一丝不苟来的 从这种美德来的 所以日本人自己也讲 他们所有的文化传统 全是从中国学去的 换句话说 中国传统文化 日本人学了 他所有的国民都 做到了 都保持了 规规矩矩 包括穿的服装 全是汉服 聚工行李 那全是中国的 他们学到了 学到了之后 这种精神 谨慎 规矩这种精神 用在任何一个行业 他都受益 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 摄像机 照相机 这么精密的东西 那真的是 他们产的最好 做的最好 为什么呢 他人在这方面的素质最高 换句话说 有这方面的美德 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好 这仅仅是拿这么一个行业 我们来打个比方 我们知道多少年来 日本的这些家电 电子产品 给他们创造了多少财富 给他们国家改变了国运 靠的是什么呢 谨小慎微 规规矩矩 这种美德 中国传过去的 我们现在把这都不要了 看到这样的孩子 都觉得好笑 我们最后 只能是天天羡慕人家 就热命 哪知道我们自己有宝贝 我们不学 拿到手里不认 给他扔掉了 看到孩子有这种美德 大家都不认 都不学地字规 所以我们不如别人 还在那去八戒产媚 还在那重阳媚外 你哪里知道 人家用的就是中国的美德 传统文化教出来的 心清静 安定 规矩 谨慎 这都是我们中国人 交给他们的 今天我们这节目做出来 要交给全世界了 我们中国人学不学 还不学吗 最后全世界都学会了 就我们自己不学 这像什么话 我们怎么对得起 自己的先祖 不要小看着孩子 规规矩矩的 有板有眼 那将来一定会 接出来无量无边的善苦 这个孩子 假如说他 搞军事 军事皆善国 搞教育 教育皆善国 搞科技 科技皆善国 搞文艺 搞艺术 艺术皆善国 因为他种了善根 有美德 美德就是最大的善根 我们得识货 现在不识货了 竟看着人家的结果羡慕了 没用啊 手里有种子不用 环境 就是缘分的 要想让这个种子 开花结果的缘分 不去培养 不保护 乌烟瘴气 把西方不好的全学回来了 那我们不受灾难 我们不命苦 谁命苦啊 所以道理就在这 我们要看得懂 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所有的大事都是从最小的美德 培养成的 没有这个根 其他都是假的 再有钱 人家的钱 不是你的 财富 什么这些荣华富贵 都跟你没关系 西瓜 长生 跟你没关系 为什么 我们没有那个种子 结不出来那个骨 这是我们必须要反省的 我们现在不要说羡慕这些 反过来 我们再看自己 我们做了两期节目 一个是年轻人为什么无能 还有一个是孩子怎么变成了废人 我们浓缩起来吧 现在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 这些年轻人丢散落四 每天浑浑噩噩 一点规矩没有 漏洞百出 常常出错 为什么找不着工作 我从电视台出来 我知道我们那招过人的 那个年代的时候 这说话十几年前了 找人就不好找 为什么 没有不出毛病的 那现在这年轻人更没话说了 没有 每一天都你伺候他 还伺候不过来 真是可恨可恼啊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 全是高学历 大学毕业 一个个出来 没有一个佣人单位 能满意的 最后都回家啃老去了 找八十个工作就是不行 为什么呢 一点规矩不懂 一身的恶习 懒懒散散 就知道吃喝玩乐 然后脑子还不好使 这都是现在年轻人特点 最大的问题就 没规矩 没有规矩 连份工作都找不到啊 规规矩矩的人 现在年轻人 你找得到吗 所以我们 看到这孩子 录下五岁 他这么规矩 他的前途 一定非常好 了不得 为什么现在 没规矩人了 有一个当宝贝 他当然 大家都抢着要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节目 不能是外行啊 为什么这么规矩 有什么好处 这么谨慎 这么小心 这是美德 能给他带来幸福 大家看看这两期节目 现在这些年轻人 全明白了 那就是什么呢 不守规矩 做什么事情 都是随随便便 聊聊草草 马马虎虎 晕晕虎虎 最后人报废了 他这一生 没地方要 成家也得离婚 日子没法过 年轻的一代 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民族 怎么复兴啊 我们有这个体会 现在你跟各行 各业打交道 没有不出错的 你跟他说了八十遍 他还是给你出错 绝对给你 弄出漏洞来 弄出麻烦来 所以他们参加工作 那单位人 都得先伺候他 哪缺这么个大爷 你看这孩子 自食其力 哪个单位 不喜欢要这样孩子 望大了说民族国家 望小了说 这一生的前途 大家想想 是规矩好啊 还是散散漫漫 丢三落四好 不守规矩好 这不就听明白了吗 我们怎么还不理解 太应该理解了 谨小甚微是美德呀 再祸少 大大咧咧 给自己招宅惹祸 工作怎么丢的都不知道 所以不能做那种 没心没肺的人 我们羡慕别人 有用吗 怨恨这些年轻人 有用吗 没种这个种子啊 你没种这个善因 哪来的善果呀 善因摆在你面前 种子摆在你面前 大家要吗 不使祸不认 这就是我们 不能够家国兴旺的 最根本 人不会交 不失祸 外国人失祸 人家运过去 人家受益了 你说我们多可怜 你看这一锅开水 真是炒菜做饭 都是这个锅 全是这个锅 那么看到这 我们就问 他家里没壶吗 就那个烧开水 那个铁壶 不让有 有钱也不买 就拿这盆 咱们就用这个盆 看看能不能活得下来 人家就活下来了 你看 我还在想 我说要是有个水壶 就方便了 人家不用 就拿这个锻炼孩子 你看 他就是烫不着 你看 这是父母用心的 这一天得烧几壶 全是这孩子做 你说咱们一般家庭 要是这盆开水 那得怎么拦着孩子 不能让他靠近 你看人家 完成 你看 给自己烧洗澡水 对 自己有一个小 小玉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用淋浴 废水呀 那哗哗的 冲多少水 人家就这一小盆 你看 连洗头 再洗身体 一块了 你看自己洗 哎呀 凡是家里有孩子的 他应该看看了 你看人自己洗 自食其力的能力 就是这么锻炼过来的 不经过这种锻炼 你也想让自己的孩子 哎呀 懂事 有眼力见 会干活 那是做梦 现在的大学生 年轻人 包括三四十岁的 没眼力见 啊 那个蠢笨 什么原因呢 你看看这个节目 你看看这五岁的孩子 你全知道了 我看这洗澡 我想去 那个二十七岁 那个女义工 他洗澡 还是他妈妈给他洗 我 我这是 这是什么时代啊 什么 这是 还有这种事情 现在父母溺爱子女 到了什么程度 你看看人家 这父母多放心 前几天我们还遇到 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 只是自己 从这个桶里面 把这个水扰到盆里面 不行了 受不了 不想在这学习 觉得这个 没有自来水 自己活不了 这个洗澡的时候 热水太少了 自己受不了 没事就哭 是不是 是 没事就哭 就是生存的能力很差 可以说没有什么生存能力 一天在哭八场 为什么呢 想回家 家里人伺候他呀 在他们传统学习 受不了 受不了 你看人 这孩子 第一个想回家的原因 因为自己洗衣服 自己受不了 在家是爸爸妈妈洗衣服 所以说 大家记得 这就是标准 什么标准呢 刚才班主任说 那孩子没出息 这孩子有出息 你是要让你的孩子有出息 还是要让他没出息 没出息的赶紧学呀 赶紧改呀 还来得及呀 我这么看着这孩子 你看他五岁 好像身上还有胎记呢 嗯 啊 你睡觉这么小 你看了能不受感动 你看 什么都不用父母操心 这父母将来百年之后 临命中的时候 他得多放心 就你们这一个个的啊 阿尔摩天堂 什么都看不出来 没眼力见 啊 就会吃 什么都不会干的 你说那父母走的时候 得多难过 多不放心 死不瞑目 那我的孩子怎么活呀 你说他 啊 你看人家 这孩子 这节目我们看到现在 跟钱一点关系没有 你看他多欢喜 是吧 跟钱一点关系没有 你看人家活的就这么好 大家看看他马桶后面 那个衣服 那是脱下来的 叠得板板正正的 这是自己剪之间 多安定啊 你看这孩子在那待着 多安定 我们大家看的这些录像啊 要觉悟 觉悟什么呢 他们家没电视 没有娱乐节目 是吧 没有那些玩具 乱七八糟的 都没有 那你说这孩子会不会傻呀 那你看 你家孩子傻 还是他家孩子傻 你们家孩子 玩具 堆聚如山 你看看他 老师刚刚刚讲到说这个孩子很安定 这个妈妈跟我们讲 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安定呢 看了我们读书千遍之后 这个孩子自己在家读书千遍 每天九个小时 严格按照节目里面讲的顺序标准来做 而且这妈妈对孩子要求很严 这个书只能是左手拿着 右手不可以 右手用来子读 就这个标准九个小时下来就这么要求着 你看看 大家记住 那你说这孩子会不会这样傻了 一定要知道原理 原理是什么 是戒定慧 智慧 从哪里来 从定来 定从哪里来 从持戒来 让你左手拿 离着离着这个这个多远 就得这样不能变 九个小时 这就叫什么 持戒 他自然得定 最后看智慧 这是要洗衣服 洗衣服了 你看 哎呀 这个录像 太珍贵了 太有价值 太有意义 你看看 应该是他妈妈的衣服 五岁就开始给父母洗衣服了 很多家长有个误区 这么小的孩子洗不干净 洗干净啊 他会干活 都是从洗不干净 不会干活那来的 你一开始要有耐心的 他一开始是洗不干净 第一回洗不干净 第十回就洗干净了 你看 你看都有耐心 都有定力 大家看到 这么小的孩子 在给父母洗衣服 很多父母都想要 都想要这样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 也是交出来的 妈妈跟我们讲啊 说这个孩子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也不洗 不愿意洗衣服 也会闹情绪 尤其是冬天 要洗的衣服都很重 就是他拧不动 然后所以说 每到他洗衣服的时候 他就不高兴 后来妈妈就教育他 你不洗衣服 你就没有衣服穿 你看 然后就让他到楼下 就是不伺候他 对 然后他妈妈就陪着他到楼下 让他在楼下冻着 就穿着那个保 就是没有厚衣服 没有外套 冻着他 这个妈妈太有智慧了 要搁你的话 你肯定受不了 那还不把孩子冻病了 你看看他 什么事没有 对呀 我妈妈就说 从那以后 他就知道 衣服必须要洗 不行有点挨动 没有衣服穿 你看看 这价值观 自食其力 这样的人长大了 是有志气的人的 我们中国人要都这样了 家家户户 子子孙孙 我们后代都这样了 中国人是全世界 最有志气的民族 最有志气的国家 最受人尊敬的 为什么 人都是这样的人了 今天我们动不动 求包养 真是脸都不要了 那女大学生求包养 谁肯出钱养着我 我就卖身 这叫什么玩意儿 你说现在都这样 我们崇洋 媚外 动不动 就是全部都是看西方 人家能尊敬你吗 你看看这孩子 从小自食其力 你说他们家 我不相信没有洗衣机 有洗衣机不让用 好爸好妈呀 真是明白人 尤其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不干涉 这太了不起了 现在有几个老人 受得了这个 一看我孙子看这个 不行 你让他外边冻出去 你让他捡垃圾 这还受得了 你看看人家 我们看到这些 要觉悟啊 我们大人孩子 都要觉悟啊 要学这个呀 你不这么教 正道只有这一条 你不这么教 那你就往邪道上走 你将来看结果 所以这光牌 大家常常拿出来看 这就是你们家的家风 你们家姓王 王室家门的门风 多好 这父母是觉悟的人啊 有洗衣机不让用 你看 让孩子这个双手 越用越灵啊 脑子是越使 越好使啊 他越不动脑子的 那个脑袋瓜子越完蛋 你说我孩子总打游戏 他脑子也总动啊 分分秒秒就在动啊 他怎么也不行啊 因为你用的方式是邪的 打游戏是邪道啊 这洗衣服做饭 这是正道 这是人道啊 同样用脑子 你的手段方法 有邪有正 你看这用的正道 确实脑子好用 天天打游戏 那些孩子呀 脑子好用 但是一到正事上 就变成大傻瓜了 你不信你就看 你让他做点正经事 那真的是比什么都蠢 为什么呢 脑子坏了 不会干正经事 你看人家这 还得蹬着板灯 来亮这个背心 妈妈的背心 你说这妈妈什么心情 这是我儿子给我洗的 他这一辈子能虐待你吗 能不爱父母吗 能不爱家吗 能是败家的孩子吗 所以我们想起 经典上那句话 叫屈致老成 极则可相依 什么意思 说这孩子年岁不大 特别老成 像个大人似的 小大人似的 这样人怎么样呢 一辈子都值得依靠 值得依赖 那女孩子将来 都愿意嫁这样的孩子 愿意嫁这样的男子 为什么呢 屈致老成 极则可相依 交朋友也是 谁都愿意跟他来往 为什么这样人 老成 持重 他不像那些 浮华子弟 交朋友都没人愿意跟他交 都是坏人交 洗完衣服晾干了 得把它叠好了 各位观众 我们无论男女老少 尤其现在大学生 你会叠衣服吗 尤其我们听到 那是去年的新闻 国家邮政 出了个什么业务 我这听了 简直是不等口台 大学生啊 懒得洗衣服了 可以把脏衣服 寄回家里去 这是我们现在大学生 全世界就这一份 我们在干这缺德的事 你父母都快累死了啊 你在那大学里 吃喝玩乐 玩乐 把脏衣服寄回家里去 然后父母给你洗完了 再给你寄回来 叠得干干净净的 我们看看今天这个录像 五岁的孩子 家里没有运斗 两只手就是运斗 你看 都整齐 一定要让妈妈 穿上干净的 整洁的衣服 这是儿子这片心 孝心 饭菜 得喝口 得我妈妈爱吃 一口一口喂 吃穿住用 这孩子都尽心了 这就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孝心 孝心 是个名词啊 你要让他落实在行动上 要让他看到 要让你的父母 双亲 家里的长辈 能受到 那才叫孝心 否则叫耍嘴皮子 你给他寄一楼钱 回家 能跟这个比吗 父母拿那楼钱 什么心情 他要的是儿子的心 闺女的心 你看看 五岁 这俩手你说啊 多管用 多整齐 运得多整齐 你看地面上就是这么几块 塑料泡沫 又当床 又当桌子 这是他自己的背心 是吧 先叠妈妈的 再叠自己的 你看 不要小看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啊 叠个背心 叠个背心也是教育 什么教育呢 五轮的第二轮 长幼有序 内行人看出来了 这是用自己的身体行为 在教育自己的内心 五轮的第二轮 他做到了 你看 我们可能很多人 三十多岁了 这辈子没这么叠过背心呢 都是谁叠 家里有保姆吗 这个保姆啊 把孩子得到锻炼的机会 全部都剥夺了 谁请来的 父母糊涂啊 把保姆请家里来的 你看看 你看 多规矩 袜子 全部是按照你们传统文化学校 这个教法去做的 对 包括他叠袜子的方法 跟我们这边的是一样 你看 我总是觉得呀 全国大学 中学和小学 尤其是早期的 你像这个小学啊 初中啊 我觉得升学考试 应该把这个列为第一项 别的都是假的 没用 你弄弄干嘛 考个双白有什么用啊 你长大了不还是败家子吗 你在家不还折磨父母 还是偷钱花吗 我觉得这是偷一课 我不知道大家 是什么态度 我是这么一个体会 那么现在糟糕在哪里 你看全世界 大中小学 这些学校 入学 考试考什么 进考的没用的 唱歌 跳舞 芭蕾 钢琴 画画 据说这还加分 你看我们现场 有个观众 是学校的老师 钢琴十几 弹得可好了 除了弹钢琴之外 什么都不会 别人都得伺候他 他自己忏悔 除了弹钢琴之外 就会吃 什么都不会 我说你这不是废物了吗 所以我说 这都是没用的 浮华东西 这都跟西方学的 中国自古以来 没有说让孩子 竟学这个的 这是才艺 没用啊 第六个呀 第七个 第八个呀 第一个为什么不学 第一个什么 生活教育 先挣点馒头 烙点饼 给我看看 现在 入学考试 他不考着 烙饼啊 不好这个呀 静弄的没用的 说咱们饿了 现在该吃饭了 该买菜了 你跳段芭蕾吧 那菜饭就来了 有这么回事吗 静弄的可没用的 真正这孩子 他生活下去的能力 没有 也没听说过 也没 也没这能力 自己也不会 所以孩子们 心非常糊涂 手脚都很笨 这就是道理所在呀 我们所教的这些课程 对他的一生 有大好处 而且这孩子都非常朴实 淳朴 你不要小看这些 撒扫应对 干这些家务活 这些事情啊 炒菜做饭 这些事情啊 非常培养他 淳朴的气质 淳朴的内心 弹钢琴跳芭蕾 那个越学越浮华 你说这孩子非常浮华 爱慕虚荣 就是学那个学出来的 你看我们这天天学烙饼 这孩子非常淳朴 这孩子再来的时候 你看看他 根本看不出他会这些东西来 那脸上的气氛 就是个普普通通孩子 非常淳朴 但是他会这么多呀 在那站着 你真的看不出来 你看这画面 你哪看得出来 你要说这孩子会 学过跳芭蕾 会唱歌 一看就能看出来 他那浮华都写在脸上 你说到底哪种教育好 所以入学考试 考烙大饼 考这个扫地打水 真好啊 就考他 淳朴不淳朴 淳朴给他带来吉祥 现在什么吉祥 平安幸福 凶灾祸患 学校跟着 不考这个呀 他不管呢 只管教知识 你说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 这叫好的教育 这叫高级的教育 真正的高级的教育 文明的教育 能够保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趋吉避凶 减少灾难 这是好的教育 现在大中小学 听说过这种了 没听说过 这哪个哪啊 全部西化了 教的都是知识 技能 没用的技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 要把观念改了 别的国家改不改 我们自己民族先改了 我们的孩子 甭管几岁 你五岁你都看到了 考试考烙大饼 蒸丸头 撒扫 应对 干活 干家务 不要小看 考试 烙大饼 里边有大学问 里边有真实的味道 你看这孩子吃素食 吃得多健康 这都是给我们最好的教育 先考这个生存能力 有这个本事垫底 大家记住 这孩子一定是 活得非常好 他有基础 而且很淳朴 不腐化 好就好在这 凡是要进小学的 小学生初中的 先拿牌录像来 你的孩子能做这些事情 不会做这些事情 没有资格当学生 不会做这些事情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家庭教育 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先看这个 家庭教育都不合格 你上学校来干什么 弄一个半成品 弄个次品 弄个坏品 是吧 这叠被子 对 拿尺子比着 哎呀 大家不要笑话他 说这孩子是不是笨 不笨 你记住了 他拿尺子 顶多拿撒月 他就可以不用尺子 他的眼睛就是尺 手就是尺 你说这教的多好 大家不要小看这叠被子 一个人是不是很谨慎 地字规里讲 刺紧性这个紧 是不是很用心 很安定 一床被子 你叠的袜子 背心 洗的衣服 刷的碗筷 甚至于这个筷子放哪 碗放哪 全能看出来 这孩子的用心 也就是他的功夫 他的德行 都能看出来 跟传统文化学校一样 是 你看 他们就是专心致志地 学你们 我相信 当初这个孩子 被你们退走了之后 这个父母都发了事 一定要 学校的同学怎么做 我们家孩子就怎么做 然后呢 教了一个时期之后 把他录下项来 当作业 当考试结果 送给你们 让你们看看 行不行 是 这个妈妈把孩子带回去之后呢 在这期间 也经常跟我们通电话 经常就是学问 教孩子 教孩子的一些事情 请教 对 另外他是完全按照老师 教孩子学问 那堂课里面 来教他的孩子 然后 这个妈妈也跟我们讲 他说 这次啊 你们看一看 孩子行不行 如果说 你们觉得孩子 还是不行 我再带回来 我再教 直到你们觉得 孩子可以入学为止 大家听听这妈妈的话 你这孩子做到这程度 人家还说 你们要觉得不行 我再领回来 我再教他 说明我没教好 你看看 心多诚啊 现在天下家长 有心这么成来求学的吗 我们现在家长都怎么样 现在学校硬件怎么样啊 吃的伙食怎么样啊 这个老师有没有 这个骂我们家孩子 让我们孩子受委屈啊 玩具多不多 全是这个东西 换句话说 跟这个妈妈的想法 全是拧着个的 全是相反的 你说他孩子能教的好吗 这是给爸爸妈妈准备 洗漱了 这是啊 你看传统化幼儿园的孩子们 晚上睡觉之前的牙刷 那个牙背摆得整整齐齐 他们看到了都跟着学 包括把这个牙膏 把牙膏皮剪成这个样子 吸服 对啊 这牙膏 最后剩这一点 给他剪断 从这里边掏着用 你看 不浪费 这些对你的孩子 都是最好的教育 现在的家长 给他放着食管 随便用 我们现在家长 都在互相比啊 比吃比穿 比生活条件的 你不知道 越比 你的孩子越完蛋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家庭录像 看到这 这期节目要结束了 我想起一个孩子来 前不久我们采访的 叫香港孩子很难教 那小男孩 六岁 比这孩子还大一岁 他妈妈 给这孩子呀 四岁时候带到澳洲去 澳大利亚 哎呦 那都是 好像现在很多中国人 神往着 哎呦 那是多好的教育 我们都求之不得呀 你哪知道啊 那儿教搞对象 那儿教惯着孩子 孩子想要什么玩具 堆积入山 校长该出去买去 好像很有钱 这一看不行 从澳大利亚领到香港 他家是香港 然后呢 左找右找啊 哎 又找着一个学校 一年学费 保安 教什么呢 哎 叫什么个华的 那么个教学方法 什么新的理念 哎 然后呢 教孩子上述 上山户 然后教 学校教个 教给家长是什么呢 要听孩子 要尊重孩子 多听他的 要学这个 这个孩子 最后真的不行 这父母一看 送到他们这地方来 哎呦 这孩子可是完蛋了 最后实在教不了 只能退回去 那个孩子 家里边有钱 堆积入山的玩具 哎 用西方好像是最好的 现在的 最好的教育方式 最后出来是个废物蛋 六岁 妈妈一直哭啊 哭啊 你看这个孩子 刚才这孩子 家里没玩具 也可能三岁之前 还让玩 三岁之后就把他收了 不让了 没有任何娱乐的 但是你看孩子挺快乐呀 现在你家里孩子 玩具那么多 他很苦闷 他很郁闷 什么道理 我们要思考 我们再给大家 放放这些录像 中央电视台播的 你说那些孩子 打妈父母 打妈长辈 那都没人样 你在家看了之后 跟这个五岁的孩子 能不能比 你要哪一种孩子 如果你说这是正常的 那他这样的孩子 长大了 同父母几刀 还正常吗 从小没大 没小自私自利 长大了活不下去 受到一点委屈 他又自杀 这正常吗 我们看到这些录像 在跟这个孩子 做个对比 我们还不觉醒吗 不觉醒真的不行啊 因为孩子是自己的 你要对他人生负责呀 你说香港的孩子 走的时候多难过 父母现在还来电话 怎么办呢 从小受西方教育 使劲玩 使劲乐 好像他天性 就是活泼的 活泼 这回活泼 是 这个妈妈呢 现在非常的痛苦 难过 今天还给你打电话 对 今天给我发的信息 跟我讲 说我把孩子 领走之后啊 我就没敢带回家 我找了一个道场 可以在后厨 帮忙 帮忙人家做事 然后修福报 但是发现这个孩子 特别的昏沉 什么都不会做 还糊涂 在那手里拿着菜 干着活就能睡着了 干着睡着了 对 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痛苦 另外呢 也是感觉对老师很抱歉 他说我的孩子这个样子 那老师呢 得花多少心思来教他呀 现在家长就想不到 自己孩子什么样 你看香港这孩子 刚六岁呀 那天天在干活的地方 他就能拿着菜睡着了 你就看着不害怕 你说父母这颗心 他能安定吗 还别等他长太大 现在他就让你天天的 寝食不安 你说怎么办 你再看这五岁的孩子 按照圣贤教育 传统教育的方法 你看看 三岁之后玩具没收 就过这种生活 我们说顶多过两年 咱们说从四岁吧 四岁教 教这个孩子 教一年教两年 他就这样 他一生的基础都奠定了 师父讲三岁看八十 三岁之前重要 那我们现在来不及了 这孩子已经 过了三岁 赶紧用这方法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看这孩子 他自己还会修桌椅板证 他还会干正活 这个妈妈 爸爸把这个录像给我们看 我们 很感恩他们 为什么呢 再一次证明圣贤教育在今天不过时 能把人教好了 孩子是教的好的 现在全世界的问题不就是孩子不好教吗 人家拿出来个证据 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要听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按照我们中华先祖 古圣先贤的教导 就成了 根本用不着什么找外国的 一年八万 最后孩子报废了 你看这个花钱了吗 从头到尾你看到还钱了吗 还省钱 我们把这些节目供养给大众 供养给全世界 还有后代的人 我们要增长信心 对圣贤的经教 要相信 要照做 不要舍不得 下次节目再见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新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画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词 废